那這一次養生會館 我本來以為養生會館是說吃的比較清淡 可是顯然根本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只有養生館是吃比較清淡 可是前面加上秀飛 這兩個字的話看起來就是 吃的叫做重鹹 那比較清淡 因為是這樣子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前面就一直提醒大家 說不要以為把萬華的這個阿公店 或台北雙北的這個八大關掉後 就沒事 一定會化整為零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萬華園林的秀飛養生館裡面就有兩位是從台北市的八大下來的 下來之後不打緊 六位中國籍的權重 它裡面的服務生也都是中國籍的 六位權重 而且權重的過程中 第一個他們CT值非常非常高 12到20 CT值很低 病毒量很高 這次會讓大家非常非常擔心 為什麼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像這種養生館已經不只是人與人的連結 而是人與人的密切連結嘛 所以這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現在他的六位員工權重 原因其實很單純 因為像他們這種 就平常在上班的時候 一定會有個休息室 大家一起在休息室 聊天等等的 然後下班之後通常都住宿舍 他們也會有宿舍 會一起在宿舍裡面生活 所以造成六位一起重 坦白說 我一點都不意外 可是真正的挑戰是在於是 這六位的客人到底找到了沒 這六位的客人能夠成功匡列嗎 又或者是 如果你是這六位的客人 你願意出來去做所謂的快篩 或者是快篩 或者是說直接去驗驗看你的PCR 有沒有可能是陽性嗎 其實坦白說 這就是我們一直認為很困難的部分 甚至是南投這個東方宏 南投的東方宏也是兩位 一位是從萬華來的 一位從台北長春路來的 然後也確診了 那好了 你這些南投確診不打緊 現在還被人家抓到是說什麼東西 它裡面竟然還有所謂道府服務 因為原則上這全部都要關掉 對不對 然後在南投的竹山就遠景巡邏 發現說 這家怎麼那麼吵鬧 然後好像有男男女女的聲音 然後遠景就去敲門 敲門之後打開三男兩女 這兩位女生後來發現也是中國籍的 然後之前也在養生館工作 然後在養生館工作 現在失業了 對不對 那怎麼辦 再化妝為例 就熟客就來家裡 類似叫外賣的概念 對 叫外賣的概念 然後在家裡 他就飲酒做了 等於是把這個摸摸茶那一套 全部搬到家裡的客廳那一套 所以看起來他老婆可能不在 但重點來了 這件事情就會變成說 你好像永遠管不完 我們把台北的八大關下來的時候 他們流竄到其他縣市 好 把其他縣市也關下來了 它流竄到民宅 私宅等等的 甚至桃園現在有金沙酒店跟維納市會館 對不對 金沙酒店是三位 維納市會館現在已經二加三了 已經是五位了 所以你看 現在整件事情對我們來說的時候 防疫也破口 其實坦白說 包含我在內或我們在座很多朋友或觀眾朋友 其實現在都乖乖都待在家裡 然後也沒有去什麼 去shopping 娛樂都沒有 然後雙北的餐廳也都不可以內用 全部外帶 大家都守規矩 可是就是有一些人不守規矩 就是有些人 就是沒有辦法冷這幾天 其實坦白講 你再冷就再冷個15天嘛 再冷一下會怎麼樣 你一定要連續26天去嘛 你連續26天 你也可以休息26天嘛 我坦白講 應該是這樣子吧 你沒有在每一天的嘛 所以說其實我真的每一次講到這個話題 我都要呼籲啊 拜託拜託再冷冷 等到疫情結束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怎麼去 我們沒有人會批判你啊 你打了疫苗 台灣群體免疫 再怎麼樣都可以 你隨便你去 可是現在這個時候 不要因為這樣子 害了整個台灣的防疫 第一個 他本來的 他本來的 營業行為就違法的嘛 他本來就不是遵守法律的一個行業 他沒那個習慣 而且你越查他 你把這個電 斷水斷電 好像那個巡邏啊什麼的 我還擔心一個現象 他就跑到你更難查的 躲的 我常講 因為剛剛有講他道復服務了 地下三層 現在跑到地下十八層去 你就更難找 這第一個特色 第二個 從事這個行業裡面的人 多數 多數是有工作才有收入 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 更嚴重的是這種非法的行業 灰色地帶行業 我們的紓困辦法不會適用 沒有一個國家會拿人民的稅金 去補貼那個違法行業 所以他真的就是 他停業也得不到四成的薪資補助啊 他被解雇 也不能說我是大量解雇勞工啊 這一種叫做地下行業 第三個 這個行業的營業行為 跟防疫要求完全相反 喝酒就不戴口罩了 去酒家還保持社交距離 這種行業就不會存在了 所以他的行為本來就是跟防疫要求相反 他的經濟來源靠這個行業的時候 任何社會上的既有救助方法都不適用他 好了 那我們現在面對這現實 以萬華為什麼會那麼嚴重 就是因為這種地下灰色行業 它擴散開來 那大家舉一個例子來對照 我們最早有個白牌車司機 在台中的清泉岡機場 那接客人 他被發現確診的時候已經過世 你記得那時候疫調好厲害 這個人已經過世了 不要說他說謊 他連說話都不會 還查到他到哪個大樹下面的 操地酒家 再過誰什麼 也就是說我們的疫調不能完全 仰賴這種灰色地帶工作者的自白 你會疏漏掉 你還要輔助警察 科技 IT去找到 當時的白牌車才整個把它框出來 現在這樣量很大 一方面也顯示當時的病毒跟現在病毒 現在病毒真的傳染力高很多 第二個 同樣的行為 我不認為我們國家沒有能力去疫調 把它足跡找出來 可是現在我發現一些遺憾的事情 因為這種地下活動如果你不把它框住的話 他拖到你隔壁你會不知道 你不曉得誰去那邊接觸過 你可能在吃飯的時候跟他接觸 一個無辜的人可能因為這樣會受害 所以我當天看了一個網路上一個蠻有名的小商人 他寫南投公布那個足跡 他寫的內容跟這兩天新聞揭露出來 我發現這小商人好厲害 他有內線 就是說當時公布的特種行業沒那麼多 後來他把它填空題補上去了 什麼東方紅之後 夜香飛 夜香飛 月亮河 月亮河完 新都會 紅太陽 這很像念口訣 你看 然後大都會 彰化的大都會 還有斗六的穩鑽 還有斗六的明星池 他這個補上來 奇怪 小商人都知道 你說拿到政府還沒派出所有關窮的 怎麼可能 我剛剛一直在用白牌設施 你不可能不知道 你有能力知道嘛 所以我說到底是能力問題還是意願問題 我怕的是意願問題 因為我認為地方政府都願意配合防疫 我不想去指責什麼事情 可是這件事情的公布就很誇張嘛 南投縣政府公布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裡面的那個八大行業 已經百分之百都停業了 看起來沒有 你跟他百分百停業 你本身手上掌握的足跡就告訴你沒有 第二個 你公布的疫調足跡竟然隱藏了一塊 尤其有一個那個女陪室的這個確診的地點 兩個地方不一樣 對 他把民間的 其實他是在東方紅那裡 那這樣子的話 你造成疫調的不確實 風險已經很大會更加的大 像剛才講那個秀妃是不是 秀妃他查到的是其中一家 後來他那六個中國籍的女子全部確診以外 還有另外一家 一說是秀水 那現在彰化先生我說不是秀水啦 你把微溫都在查 你會不會擔心 都在查呢 那小姐有沒有互相調用 客人會不會那邊喝完到這邊第二拖 這一種叫不確定性對防疫來講是一個困難 所以我覺得南投這一個 我們也不要講說他隱匿啦 或者蓋排這個足跡 但確實漏掉了一堆 確實有確診者接觸的歷史的地點變更改變 二三公布跟二十四公布完全不一樣 趕快把這洞補起來 不夠的需要中央派人協助 雖然中央也累得要死了 盡量去協調 因為地方有沒有擴散 是我們能不能降回二級 非常重要指標